大家好,我是小硬 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之前的视频,我们介绍了 如何使用Subtitle Editing 生成电影字幕 以及如何把字幕翻译成中文 或其他语言 通过今天的视频,你将学会 如何制作双语字幕 以及如何给视频添加软字幕 印字幕 和可随意切换的多余种字幕 这个是Subtitle Editing的 主界面,如果还不知道 怎么下载安装和生成 字幕文件,可以查看 我的上期视频 这是一个视频文件 这三个是这个 视频的字幕文件 也都是用Subtitle Editing 生成的,分别是中文 日文和英文 接下来,我要给视频制作 多语言字幕,一共有两种方法 我先给大家演示第一种方法 在Subtitle Editing中 点击文件 打开 加入中文字幕 然后再点击文件 打开原始字幕 加入英文字幕 接着,我们要把这两个字幕 进行合并 非常简单 点击工具栏中的选项 设置 快捷键 在快捷键列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 合并原文和翻译文的快捷键是 Ctrl加Alt加Shift加M 那我们就按住键盘的Ctrl加Alt加Shift加M OK 这两个字幕内容就合并到一起啦 视频中也出现了两种语言的字幕 如果我还想把日语字幕也加入进来 继续点击文件 打开原始字幕 加入日语字幕文件 再次按住快捷键 Ctrl加Alt加Shift加M 视频中就同时出现了中 中 音 日 如果你还想加入更多语种的字幕 操作也是一样的 有的小伙伴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字幕的排序 最先加入进来的字幕文件 会排在最上面 如果我想把中文放到最上面 一次是日文和英语 那就先打开中文字幕 再加入日文 Ctrl加Alt加Shift加M合并 然后再加入英文字幕 Ctrl加Alt加Shift加M 这样字幕就按中 日 音来进行显示了 合并好的字幕 点击保存 选择保存的路径 给文件命名 点击保存 把合并好的字幕保存到本地 播放视频时 拖入字幕文件 就能查看多语言字幕啦 这是第一种合并字幕的方式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第二种操作方法 直接点击工具 合并字幕 选择要合并的字幕文件 如果你只需要中英双语 就按住Ctrl 选择中文和英文字幕文件 然后点击打开 这个是中文 这个是英文 如果你想把日语也加入进来 继续点击添加 选择日语字幕文件 合并后 日语字幕将显示在最上面 其次是中文 英文会显示在最后一行 点击合并 字幕按时间进行的排序 这三种字幕出现的时间是一样的 就会同时显示 我们把视频加入进来看看效果 如果你想按中、英、日来进行显示 那就在合并字幕的时候 先加入日语字幕 然后添加英文 再添加中文 添加好后 点击合并 加入视频 字幕按中、英、日进行的展示 接下来 我们把合并后的字幕内容保存下来 点击保存 给文件命名 保存 这个是刚刚合并的字幕 这个是第一种方式合并的字幕 可以按右键 再使用文字编辑器 来看一下这两种合并方式的内容 可以看到 第一种方式 使用单一的时间错 把这三段都合并在一起了 而第二种 每种语言的翻译 都分配了独立的编号和时间错 虽然时间段相同 但每种语言各占一行 这两种字幕 观众看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按个人喜好 来选择使用哪种合并方法 除了自作字幕文件 使用Subtitle Editing 还可以直接把字幕合并到视频中进行导出 接下来我会讲解软字幕 硬字幕和透明字幕 三种形式的字幕嵌入方法 点击视频 这里有三个生成带有字幕的视频的选项 第一种 是将字幕作为独立的文本轨道 嵌入到视频文件中 也称为软字幕 这个是我们刚刚打开的中文字幕文件 点击添加 把我们之前保存的英文和日文字幕文件也添加进来 如果你之前没有打开视频和字幕文件 点击视频 选择生成嵌入式字幕 在这里选择要封装的视频 然后把要嵌入的字幕文件都添加进来也是一样的 选择日语 点击切换默认 播放时会默认显示日语字幕 选择中文 切换默认 就会默认显示中文 点击生成 如果视频包含多个字幕轨道 这里要选择保存成MKV格式 如果选择MP4格式 播放时是无法切换字幕的 点击保存 OK 生成成功 这个是生成后的视频 用VLC播放看看效果 默认显示了中文字幕 点击字幕 字幕轨道 可以把字幕切换成英文或日语 还是在字幕轨道中 点击禁用 可以直接关闭字幕 如果视频中包含软字幕文件 加入到Subtitle Edit中时 它会自动列出视频中包含的字幕文件 选择任意一种 这里会自动加载字幕内容 点击文件 命存为 给文件命名 保存 就能把字幕单独提取出来 保存到本地 第二种 内嵌字幕 也叫印字幕 字幕会永久刻录到视频画面中 无法在播放时 关闭或切换 你可以设置字幕的字体大小 颜色 边框的颜色和透明度 这里可以选择字体样式 还可以选择视频 和音频的编码方式等等 一般情况下 我们保持默认设置就行 启动R次编码 可以把输出的视频文件 压缩到你指定的大小 设置的太小会导致画质下降 所以我一般不启动压缩 点击生存 这里建议保存为MP4格式 保存后的文件比MKV会小很多 给文件命名 点击保存 正在生存中 OK 生存成功 还是用VLC打开 这种切入方式 是将字幕直接刻入到视频画面中 成为视频画面的一部分 不能关闭字幕 也不支持多语言字幕切换 第三种方式 生存的是一个透明背景的字幕文件 它能给字幕添加特效 单独调整每句字幕的位置和细节等 让字幕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 比如制作这种KTV歌曲字幕样式 首先我们导出一份白色字体的字幕 点击生存 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 给文件命名 格式这里我选择MP4 点击保存 正在生存视频 生存成功 我再把字体改成蓝色 把字体边框调整成黄色 再保存一份 还是放到桌面 给文件命名 点击保存 OK 两份字幕文件都保存成功了 这个是白色字体的字幕 这个是蓝色字体 打开字幕文件 它是一个单独的字幕视频 黑色区域都是透明的 这个是蓝色字体的字幕效果 接下来 我要把它们叠加到视频中 打开简易 把原始没有字幕的视频 和刚刚生存的字幕视频 都导入进来 把视频添加到剪辑区 然后加入白色字幕文件 再把蓝色字幕也加入进来 叠加到白色字幕上方 接下来 把指针拖入到人物开始说话的位置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然后选择蓝色字幕文件 点击蒙版 选择线性 把旋转调到-90度 接着 把这条线拖到字幕左边 点击添加关键针 接下来 再把指针定格到这句话结束的位置 差不多是这里 把这条线拖到字幕右边 这里自动插入了关键针 下一句也是一样的操作 把指针定格到人物开始说话的位置 然后拖动指针到字幕左边 添加关键针 再找到语言结束的位置 把线拖到字幕右边 添加关键针 OK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效果 这种KTV字幕效果就做出来了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